大家一起来吐槽一部傲伴改编的西游记小编 今天显得无聊就想去找一部大片看看 一不小心就看到这部改编西游记的介绍 看到宣传照我当时就猛圈了 他们真的改编的是西游记吗 看着人物造型我就有点无力吐槽 唐僧仔细看这唐僧居然是个女的 我去你们试看日本改版的西游记看多了吗 还是原著里面唐僧是女的 你们国家是没有尼姑吗 和尚尼姑啥啥分不清楚吗 还有敢不敢剃个光头 日本版的最起码人家看着也是个光头 真是气死个人了 猴子在看这个孙沃红 我就想问问那二货编剧和导演 你们国家是没猴子吗 不知道猴子长啥样是吗 那你们可不可以网上搜一下 不是头发长就是猴子吃的吗 难道你们的猴子开打的时候和西游想磨船 里面的那纸一样会变身吗 八戒再来看看哪个猪八戒 你除了肚子大以外 哪里有点猪样子 没吃过猪肉难道 你们还没见过猪跑是吗 还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牛是钉把吗 我怎么看着像是一个抓钩呢 你确定吃完一能酱要除膜吗 不好意思忘了你是不用出手的 你会吃会拍吗 屁就行 不对剧照你怎么没有白龙吗 难道你们国家连马也没有吗 你们不是有袋鼠吗 拉过来凑个数也行啊 沙僧接着就是沙僧了 又是亮瞎我太和金狗演的人物改造了 美女这身段你演什么沙僧 你演白骨精 蜘蛛精多好啊 为什么非得演个就三句台词的沙僧 而我明白了一部戏里面 必须有男一和男二 你和唐僧就是女一和女二对吗 这样就不会显得男多女少 这样才能男女搭配 干活不类事吧 肯定是这样的 你们有目有被小编我的机制给震惊了啊 看到这张剧照 我就满肚子腹黑啊 妹子你不是唐僧的土地吗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你想上位吗 不对难道是三角恋 因为猴子生风吃醋吗 那也不对啊 就唐僧这小身板 不应该是你的对手啊 妖怪本居的妖精 我去你们国家的妖精是不是傻 都能幻化成人了就不能变漂亮点吗 这点你们必须要借鉴我们 86版西游记里妖精造型 比如说玉兔精了 鞋子精 耗子精了 蜘蛛精了 想想我就流口水了 这样的妖精才有看点 知道吗 我想问问你们国家是没有神话故事改编的吗 为什么要回我们的神话小说 吐槽到这里 我已经无理吐槽 有想吐槽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里吐槽留言 喜欢小编的小伙伴就点下关注